烏克蘭發布最新視頻 使用多艘無人艇擊沉俄羅斯狼珠級導彈護衛艦 伊萬諾維旗號 美國戰區網站採訪了烏克蘭國防情報局局長布達諾夫 他說道 在摧毀指定目標的過程中 海上無人艦對敵方軍艦發起了六次直接命中 由於損壞嚴重 船隻向後翻滾並迅速沉沒 烏克蘭發布了一段大概兩分鐘的視頻 我們今天就仔細看一看這個視頻中 烏克蘭是如何擊沉俄羅斯護衛艦的 在該視頻中遠處出現的正是俄羅斯的護衛艦 我們可以看到在洶湧的波濤中 烏克蘭的導彈艇直接奔向敵方護衛艦 直至撞上了護衛艦的船身 發生劇烈爆炸 這個時候 畫面就轉向了第二艘攻擊無人艇 可以看到這第二艘攻擊無人艇 在向俄羅斯軍艦行駛的時候 俄羅斯護衛艦已經發現了目標 並發射30毫米的火炮進行還擊 試圖在海面上就摧毀這艘無人艇 而在第一艘無人艇發動進攻的時候 俄羅斯的火炮並沒有開火 只有從側面印證 烏克蘭的這次襲擊 俄羅斯可能在第一時間是毫無防備 只是在命中之後 俄羅斯的海軍才反應過來使用近程火炮 試圖摧毀其他靠近的烏克蘭船隻 這第二艘無人艇是乘風破浪 躲過了所有來襲的子彈 向俄羅斯軍艦撞了過去 直接撞到俄羅斯軍艦的船尾 發生爆炸 緊接著是第三艘自殺無人艇的視頻 從該視頻發布的角度來看 這個自殺無人艇距離俄羅斯軍艦已經非常非常近了 這個時候能看到船身中部已經有一個巨大的窟窿 這應該就是被第一艘自殺無人艇爆炸所製造出來的 然後這第三艘無人艇就直接衝向水線附近的窟窿 在船體內部爆炸 這個時候視頻畫面一轉 我們就看到了遠方負責監控的烏克蘭的無人艇 它就看到了爆炸引起巨大的火焰直衝雲消 這就是第三個無人艇在船身內部爆炸的畫面 這裡距離動力艙很近 爆炸引發動力艙和燃料艙的訓爆 是很有可能的 從內部就將整個護衛艦炸的是一個稀巴爛 接下來是第四艘無人艇的畫面 從畫面角度來看 依然和第三艘無人艇一樣 是從之前凿出的大洞中撞向護衛艦的 這個時候畫面又一轉 我們看到從遠方的兩艘導彈艇上拍攝到了畫面 爆炸燃起了熊熊大火 升起一團巨大的蘑菇雲 在接下來的一段畫面中顯示的是 這艘軍艦已經向一側傾腹 然而烏克蘭這個時候仍然沒有放過它 再次使用第五艘無人艇撞向這艘護衛艦 而在視頻最後的畫面中可以看到 這艘護衛艦已經尾部朝下 整個船身除了船頭之外完全沉沒到水中了 也就是說在短短幾分鐘時間內 烏克蘭動用了六艘自殺無人艇 向俄羅斯軍艦發動突然襲擊 第一艘無人艇在船身爆炸製造出一個大洞 之後俄羅斯官兵反應過來 使用AK-630機砲向萊奇的無人艇射擊 然而沒有擊中任何一艘無人艇 緊接著第二艘無人艇在船尾爆炸 第三艘和第四艘無人艇則瞄準船身中部的大洞 相繼在軍艦內部爆炸造成軍艦受損嚴重 向一側傾腹 最後兩艘無人艇只是在遠處稍稍補刀了一下 記錄了發生的這一切 整艘俄羅斯軍艦的沉沒過程發生十分之快 俄羅斯官兵根本沒有時間進行有效的損害管控 就隨著軍艦沉入到海底 這可以說是烏克蘭一次非常漂亮又乾淨俐落的偷襲 我們簡單介紹一下這次被刺殺的目標 就是俄羅斯的狼珠級護衛艦 護衛艦的正式代號是1241型護衛艦 說它是護衛艦不如說它是導彈艇 它的滿載排水量不過是540噸 長度不過是56米寬10米而已 主要武器是一座76毫米的主炮 和兩座大名鼎鼎的AK63030毫米進程火炮 AK630之所以叫大名鼎鼎 就是因為它也裝備在俄羅斯的莫斯科號上 和其他的大型軍艦 然而在莫斯科號沉沒的那天夜晚 AK630是毫無艦術 當時也是在夜晚 烏克蘭發射兩枚海王星反艦導彈 相繼命中莫斯科號巡弦艦的船身中部 造成水線部分嚴重進水 一天之後莫斯科號就沉入海底了 通過這次現場傳回來的畫面 我們也可以看到從第二艘自殺無人艇開始 俄羅斯的軍艦其實是意識到了危險 並試圖使用AK630火炮開火 攔截烏克蘭的無人艇 然而俄羅斯打出的子彈都偏移了目標 這其實一點也不奇怪 AK630進程防空炮 這一門炮以打不準而聞名天下 當年中共從烏克蘭引進遼寧號的時候 船上就自帶著這款AK630炮 連中共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所以自己開發了另外一款進程火炮來替換它 可見它的性能到底有多麼差 而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視頻 就是AK630在軍事演習中 向一個幾乎沒有速度的氫氣球把球射擊 然而它多次錯過目標 彈著點非常分散 在幾秒鐘之後才將一個速度幾乎為0的氫氣球擊落 你想想 這樣的武器裝備無法保護莫斯科奧 打不中無人停也就不奇怪了 俄羅斯光榮級的瓦良格號巡洋艦 其實在2012年參加過中俄海軍連演時 就出現過漏把的情況 在當時進行的對空實彈射擊科目中 由中國海軍徐州艦放出B-9低空把機 從瓦良格號上空飛過 瓦良格號此時只需用四門AK630近黃暴 將其擊落就可以了 結果讓人大跌眼鏡的是 這四門火炮同時開火 瓦雞居然奇蹟般的飛了過去 為了讓俄羅斯有個台階下 中國軍方只能遙控瓦雞掉頭 重新進入射程 才讓瓦良格號完成任務射落了它 俄羅斯的狼珠級護衛艦 還可以配備四枚射程130公里的 P-270高超音速反艦導彈 狼珠級護衛艦 噸位小方便大量建造 僅僅在俄羅斯海軍就有20艘 不僅前蘇聯使用 其實世界上很多其他國家也都在用 越南就有12艘 也門海軍、羅馬尼亞、尼加拉瓜、印度、埃及海軍 都有在使用這款護衛艦 看完了這次事件的受害者 我們再來看一下烏克蘭使用的武器 烏克蘭使用的這款新式自殺無人艇 是由烏克蘭自己國有企業製造的 長為5.5米 能夠攜帶320公斤的炸藥 該無人艇通過衛星通信可以和後方聯繫 航程竟然能達到450海里 也就是700多公里 以這樣的續航里程 從烏克蘭沿海港口城市奧德薩出發 就可以繞過整個克里米亞半島 直接打到克里米亞半島最東部的克赤大橋附近 這也可以解釋在去年克赤大橋附近發生的多起襲擊事件 其實都是由這些自殺無人艇所進行的 比如說在去年11月10日 烏克蘭就使用這款無人艇 襲擊了位於克里米亞半島西部的 兩艘俄羅斯登陸艦 我們介紹了這起襲擊事件的經過 但當我們去仔細覆盤整個事件的時候 我發現一個讓人很感興趣也很疑惑的點 就是事發地點 這艘護衛艦的遇襲地點 位於克里米亞半島西部的多努茲拉夫湖內 我們注意看地圖 這個湖其實和黑海相連 但和黑海相連的連接處非常窄 它兩面都是有半島 這個連接處大概只有400米的寬度 所以護衛艦在這個湖中停泊應該是非常安全的 烏克蘭過去已經多次使用自殺無人艇 對塞亞瓦斯托波爾港發動襲擊 俄羅斯應該已經採取了多種防範措施 烏克蘭已經不是第一天使用這些自殺無人機了 現在的俄羅斯軍艦都躲在湖泊裡了 和海洋相連的部分不過是400米的距離 連這麼有力的地形 俄羅斯都防守不住 被烏克蘭成功偷襲 實在是讓人大跌眼鏡 烏克蘭沒有海軍 都能接二連三的擊沉俄羅斯軍艦 這可以說是現代海軍史上的一個傳奇了 雖然烏克蘭最近在海上傳來的捷報 不過一艘軍艦的損失是無法改變整個戰局的 最近西方幾大媒體 比如CNN《華盛頓郵報》紛紛報導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要解雇烏克蘭總司令 紮盧日內 那麼 澤連斯基為什麼要解雇紮盧日內 烏克蘭的戰局在2024年又會如何發展呢 我們之後會帶給大家 我是子定 我們下期節目再會 是